杨米微博之夜化身老司机,跟baby现场开车,网友,我还是个孩子。 昨天晚上微博之夜盛典,杨米与邓超分别获得了微博queen与queen的称号,杨米身着价值60万的刺绣母兄礼服搭配piedit珠宝亮相颁奖典礼,在寒风中穿着如此单薄的大秘密可以说是相当敬业了。 过去的一年,杨米频繁登上热搜,微博queen的称号实至名归。 活动结束后,杨米在后台接受采访,没有想到Angela baby突然闯进了直播间打招呼。 BABY跟杨米同为当红流量花旦,又都早早结婚生子,难得的是两个人身上都少女感十足,在一起自然可聊的话题很多了。 看到BABY在场,记者故意问杨米,你觉得Angela baby跟杨米谁好看,机智的大秘密自然不会被套路,翻问一旁的BABY,BABY回答说都差不多吧。 杨米继续追问,那谁是差,谁是不多?BABY回答,哈哈哈哈这个各有所长,没有想到杨米却突然开车,那谁的哪长? 被点燃斗指的BABY做事脱下披在身上的外套,露出香肩,要跟大秘密一决雌雄。 惹得一众网友高喊我还是个孩子,怎么毫无预兆上了车。 哈哈,看样子两个人私底下一定没有少开车。 最近大秘密跟BABY一直玩得比较好,他们两个跟主持人张大大组成了闺蜜团,经常在微博上晒合照,妞造型。 昨天晚上活动结束后,张大大再次晒出三人合照,照片中的她一手揽着杨米的腰,一手揽着BABY的腰,并配人,嗨! 明月,蔡霞,我们仨合体了,简直拉仇恨。 甚至有犀利的网友吐槽张大大长的丑,左拥右抱不要太恶心,应该主动把自己P掉。 关于杨米和JalaBaby两个自带热搜体质的话题女王,你更喜欢哪一位? 这次微博之夜红谈照,你觉得谁的造型更胜一筹?一起来说说吧!